大家好 今天是8月21星期五 股市經過昨天的比較明顯的回調之後 今天來說有一點點的反彈 不過當然還是油油皮皮這樣子的 我們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恆生指數先高開216點到25007點 曾經一度稍微反復而低見248888點 可是在這一分鐘還是上升了97點 往後由於騰信股價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其實曾經到過520多塊錢 股市當然是一步一步拉上去 最高指數見過25178點 這一分鐘股市是反彈了387點 從據算來看經過了今天的反彈 恆生指數又再回升到10天 20天跟50天線以上 我們看一下 20天線現在大概在24914點 50天線大概在24993點 而10天線大概在25074點 等於說整個股市只要能夠穩守在 這三組平均移動線上的話 初步來看股市是回穩了 可是並沒有出現怎麼樣的 大幅度上升的期待 因為目前來說 那個成交還是不太足夠 像最近來說 每天的成交都只是 1100到1200億左右水平 當然不算是太小 可是現在只是在25000點左右水平 要推上去的話絕對需要動力的 要是沒有1400到1500個億的話 說真的很難做得到 不過看起來 8月份可能還是會在油油皮皮這樣子 到月底的 因為這個月的低位是 7號的24167點 現在只是在25001 25002 距離這個低位還是比較遠的 另外再看 這個月的高位是 17號的25588點 要是說 指數能夠在幾步往上推當然是好 可是 暫時看起來 幾百點的上升好像是很困難 因為那個動力不太足夠 所以變成來說 現在指數 輕輕的反彈兩三百點 只是代表股市稍微穩定下來 另外來說 要是出現什麼反復而回頭 下是低位的話 那變成指數又會再進一步 跌圈十二十跟五十天線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三組平均移動線的支持也好 怎麼樣也好 可能不太重要 最重要還是看看指數 能不能夠攻破25588點 要不能夠攻破的話 會不會進一步跌圈24167點 這個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了 股份方面 暫時大數據的股份 還是比較多人追捧的 像騰信 這兩天在五百塊錢的 左右水平的支持還是不錯的 今天來說就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可是阿里巴巴業績公佈出來 其實不錯的 可是沒有太大的那個刺激 可能就是在兩百四十塊錢 開步上來已經是走了一段了 所以暫時來說 沒有人願意再高追 不管是怎麼樣 大跌的機會 我也覺得不大 變成來說 就看看下個星期回來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很快 這個人的旗子轉倉 跟決勝的相關活動 就會出現了 我們看看能不能夠再進一步推進 說到這一點 當然要看成交經驗 能不能夠稍微提升 好 好了 今天再分析就收到這裡